藤宇的好处就是 它很耐用 轻便 它的缺点呢就是 因为它太过耐用了 我要做你的生意的话 要等二三十年 我们有多少个二三十年 我的名字叫曾焕叔 今年七十多岁了 有五十多年经验的 藤器制造工匠 我的店 其实我是第二代 我从我的父亲的手上借来的 这个真美丽藤器家具 是我父亲取的商号 因为这个真美丽 真是我们的家族性 美呢就是藤的家具 要做得很美丽 第三个丽呢 就是我们做生意要有盈利 我是在大概是在十四岁的时候 我还在求学 因为当时的社会比较复杂 它就不给我们出去外面乱乱 怕我们学坏 所以呢 就是它去做一些很简单的 可能的遗址 叫我们自己骗制 其实它的用意就是 不要给我们出去 但是又怕我们寂寞 所以就是拿一些简单的椅子 然后圆圈 叫我们去绑 这样子的无形中 这样子我慢慢地是 靠到这个经验 在1970年代的时候 可以说是在1971年的时候 我们新加坡的藤叶是慢慢开始红薄起来 我们原本是做码头上的水手生意的 也是跟着他们的趋势来做出口 当时我所知道的最大间的藤叶 他们每个月可以出40车的相运去外国 我们本身是小的公司 小的资本 我们一个月也有两三个相运出去 7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中 然后就慢慢地摔下来了 我本身就是到了1990年开始 完全停止 外国的订单没有了 以前我们的政府主屋 是有两方一厅 或者三方一厅 它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当时需求都是 一张三个位 两个单人 一张桌子放在客厅 是刚刚好 整套 它有一个修长的美 不是直的 它是有一点圆形的美 在那边 藤叶的好处就是 它很耐用 轻便 它的缺点就是 因为它太过耐用了 我要做你的生意的话 要等二三十年 我们有多少个二三十年 虽然现在年轻人都说对他很有兴趣 来我这边问过 我要学 我说你能够学吗 他说可以 但是我说你来坐在我这边两天 你问你自己 你能够接受吗 有的来说我可以来 但是第三天就不见了 连我的孩子看到他都摇头 他都不要靠近来我这边 看看到底要学什么东西 我们这个行业 已经走到王分的行业了 我看我做到 我的健康 不能允许我再做的 我就瘦掉 手艺就是会停在这边 我看你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